哈喽大家好,圣诞来临之境呢,在为大家献上镜头中的这一款圣诞主题立体机关绘本 那这一款绘本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呃,它的一个设计呢,就是每一页的左手边是简短的故事本本 右手边呢,可以看到一盒不同的圣诞礼物,那圣诞礼物盒呢,掀开之后呢,都会有不同的立体机关弹跳出来,非常的有趣 那这一款绘本呢,是早年发行的一个版本 呃,然后呢,它所向我们呈现的呢,是这样一群还有有趣的小虫子 它们是怎样过圣诞节,收到的是怎样的圣诞礼物 那有一些机关翻开之后呢,另有故事文本内藏其中 那这一款绘本的一个状态呢,是它的一个封面呢,完好 不过边角位置呢,有两处小小的修复痕迹,我在这边展示一下 这是封面图,然后它的一个使用,呃,使用修复痕迹呢,就是在这个角落位置 以及书背后的一个这个角落位置 基本上呢,是拍照拍视频呢,就是完全不受影响,会忽略不计的那一种 它的那一页呢,是一个尽全新的一个状态,默认一丢丢的使用感 那翻开这一页呢,我们可以看到雪花包装的礼物盒里边装满了可爱的小雪花 接着来到绘本的这一页,这一页呢,有一个红色的圣诞礼物盒 掀开之后呢,里边的机关呢,就会转动起来 好像里边的那些圣诞的烛火的那些烛光,正在摇曳着 接着是这一页,这一页的礼物盒是长方形的 掀开之后呢,有一堆可爱的类似圣诞树上面的配件,闪闪亮亮的弹跳出来 再到这一页,这一款绘本中的礼物盒呢,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礼物盒里边的东西呢,也很可爱,一群立体的圣诞树 但其实呢,它们都是可爱的小虫子假扮的 然后呢,就翻这款绘本的时候呢,感觉就在像翻惊喜绘本似的 每一个页面呢,都是不同的主题 那每一个礼物盒子里呢,也藏着不惊喜 那这一个礼物盒子呢,是我最喜欢的,圣诞糖果姜饼屋 然后呢,上面还有很多可爱的小虫 接着再来这个页面 这个礼物盒子呢,点点那个雪花,又像星光似的 原来它所向我们呈现的呢,是圣诞老人 就是假扮圣诞老人的小虫 以及假扮圣诞巡路马车的那些小虫呢 正在给小虫虫们拍发礼物 那来到绘本的真一页,可以看到一群开的圣诞小虫 正在跳着圣诞的曲目的舞蹈 接着来到绘本的最后一页 是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立体弹跳页面 上面呢,有很多假扮成小天使的小虫子呢 正在唱着圣诞的赞歌 好啦,那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时务视频呢 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咯 字幕志愿者 杨诞空